是給老縣長嗎 親自拎著電高走出雲林高鐵站 侯瑜敬辦執行長金浦聰 十九號在謝龍界的陪同之下 南下雲林拜會前雲林縣長張榮衛 這氣氛怎麼樣 而張榮衛也親自在家中接待 雙方商談甚歡 在轉往附近的餐廳用餐 這一回金浦聰大老遠來拜訪 當然是要幫侯友宜穩住地方派系的支持 畢竟張榮衛過去就曾公開表態挺郭 就連郭台銘日前到雲林造勢 也是由他領軍相挺 曖昧回答依舊沒有正面表態 二十號張榮衛的女婿同時也是擔任桃園市官旅局長的周伯穎 和侯友宜同台時兩人互動也不多 大合照雙方之間保持一點距離 針對我岳父的部分 那我是覺得他的表現應該是所謂的我們傳統這個人情義理這樣的說法 那既然當初有給朋友這樣的承諾 那如果朋友有任何的想法的話 他當然應該會是支持 傳出這一回會面是由張榮衛的女兒前立委張家俊 並從中牽線 指示雲林縣長張立善 則是以行程繁忙為由 沒有作賠 派出金浦聰 南下拆彈 侯余再向黨內溫馨喊話 要積極整合藍軍歸隊 華視新聞 林婉宇 簡宏齊 吳建宏 桃園 雲林採訪報導